大家我是帮主 变态杀手性格怪癖 希望将漂亮的妹子制作成人肉玩偶 再抛尸荒野 一部朝现实主义的科幻精宗片 入侵脑细胞 杰克是个变态连环杀人凶手 变态的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专门露见年轻的漂亮妹子 将她们锁在一个水箱里面 想说对方那种 慢慢自己挣扎的快感 之后用白色颜料浸泡一番 最后再跑时到个偏僻的地方 连续好几种这样相同的按键 搞得调子是记头疼 又弹头依旧没有任何的头绪和线索 都说狗改不了吃骨头 杰克也杀人杀上了一 很快就顶上了另外一个妹子 石头姐 在停车上没人的地方 趁机将石头姐绑了回去 调子经过全方位吊层 找到了杰克的临时住所 却意外发现 他已经挥眉晕倒 没人知道石头姐是生是死 也没人知道 他被囚禁在什么地方 最后调子只好求助 临床一些家肉食 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 进入到杰克的大脑意识里面 只是肉食之前的试验对象 都是额头 这次要面对这么一个凶狠的杀人狂 多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也不清楚这一次的试验过程 会有怎样的威胁 为了找出案件的真相 以及石头姐的想法 肉食最后还是答应尝试一下 进入了杰克的意识世界 在这里 肉食看到了小时候的杰克 刺死的他 还是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在危急关头 及时出手救下肉食 是的肉食逃过了 被大气白块的剪烂 之后肉食又发现 那些被囚禁的妹子 一个满身肌肉的女汉子 突然溜出来搞晕了他 此人杰克也跟着帽落出来 吓得肉食按下手里的开关 回到了现实世界 在杰克的意识世界里 肉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也表示不想再进去冒险 最后在调治卷服的安慰和劝说之下 肉食又再次来到杰克的意识世界 这一次他看到了 杰克是罗贝老爸家暴 以及被安在水里 进行某种仪式的洗礼 这也是他为什么 西湾将成所在水下 历史的言语 肉食不但准备石头解了下落 杰克脑子又不太正常 突然变成成大魔王 用象全家肉食锁了起来 肉食也彻底迷失在 他的意识世界里 无奈之下 卷夫绕进去决救肉食 却不料肉食已经变成了杰克的努力 一直在诱惑着他 杰克曾经俘虏了卷夫 还给他来了一份 叫上酷刑套餐 卷夫坚信这一切只是幻觉 最幻想到迷失了肉食 肉食一倒刺上杰克 成功破掉了这个幻觉 在打算带着小杰克逃离的时候 城里杰克又杀出来 拢走了小杰克 两人顺利回到现实世界 根据预死世界里的线索 找到了被囚禁的石头解 眼看杰克的本性 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肉食上次启动一转程序 带着杰克 进入了自己的意识世界 在这种不一样的意识里 肉食化成成一个超级女战士 三两招就接过了杰克 与此同时 小杰克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肉食最运用爱的力量救赎了他 而杰克也同样在爱的感化中逝去 肉食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和卷服过上了 女士风儿 我是啥的幸福生活 说错了 两人没有在一起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面商业于2000点 整体的概念和创意 也是颇具亮点 有种独特的叙事手法 和影像效果 来呈现人类思维当中 某些潜意识 画面非常具有想象力 非常的诡谓 荒诞 以及奇妙 当然 亮点和看点之一 那肯定少不了露配子 露吧